所有節目意見 緊供中國竹彩 競彩 北京單場彩使用 請勿用於非法用途 彩市有風險 投資需謹慎 又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收聽 華南地區成績真實公開的 專業足彩禮節目聚足球 我是大家的節目嘉賓主持 主任何心 今天賽事方面 比較集中在英系的納納雜雜雜 包括英系比較次級的比賽 都會是今天主流的選擇 當然 其中最為之焦點或觸目 肯定是凌晨四點 曼聯對著曼城的比賽 這場比賽作客的曼城 讓數據都很深 我們稍後會在直播室中 和大家重點 拆解這場比賽 當然 大家也可以通過微信的好一客服帳號 BOOZZQ 和我們進行溝通交流 BOOZZQ 首先介紹今天直播室中的兩位嘉賓拍檔 首先有這個機不可惜的主理人 恆劳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另外這個球球士道的主理人 J先生也在直播室中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簡單回顧昨天的比賽 昨天的比賽相對來說比較正路 包括五星歐洲選的亞特蘭大 包括蘇爾曼選的祖雲達斯 以及贏球觀察室選的國際米蘭 這些強隊都是全部順利打出的 對 尤其是亞特蘭大方面更加地醒神 尤其是詹先生昨天的節目當中 也透露過一點點 拍檔馬方面 其實因為球隊方面的原因 是要進行一個大幅度的輪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亞特蘭大又回到新年的第一仗 這班亞特蘭大 其實相比起往年 無論是球隊的實力 或者是球隊老闆對於球隊的投資 都如比往年高的情況下 昨天的球隊輕鬆加愉快 5比0的大勝 當然再配搭例牌的米蘭的小球 國際米蘭看到隊名都懂得選擇的 3比1贏低拿波利 昨天的二甲方面真的挺正路 二甲方面確實挺正路 盈利三叉擊方面 昨天晚上三中二 唯一錯了一場 亞仙奴方面的大球未能順利爆出 其實如果看回場面 大家看得到 那個場面其實都頗激烈 但入球稍微就欠逢了一點 其實上半場列斯聯打 15腳的射門 即是上半場就已經有15腳的射門 如果不是門神的出息發揮 或者是門柱的幫助 我心想亞仙奴上半場應該會有失球 當然阿迪達臨場的調整 大家看到下半場回來之後 整班阿仙奴都會變成另外一支 如果上半場失球的話 其實我心想下半場阿仙奴的發揮空間 可能會更加之大 可能這個大球會更加容易打出來 沒錯,昨天說到這場失了手 但這場球真是狡猾 因為阿仙奴上路卡住了一半 亦打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小球 這場球是昨天盈利三叉擊當中 其中一個項目 燈神明亮大燈的簡澤 選了大球 稍稍可惜匯調了 近期有12中10的成績總體走勢 今天看看燈神會不會和大家馬上做出反彈回應 但是暫時收到消息 燈神應該今晚方面 可能會對資訊方面進行調整 所以今晚燈神方面大家可以放一放淡 反而今晚 昨天順利命中的五星歐洲 歐sir那邊的五星歐洲 七年中了 選中阿特蘭大 昨天方面繼續五星方面的場次 亦相當順利 五比零大炒 贏得真的相當輕鬆 另外一個就是洪哥方面的洪霸天下 選的AC米蘭的小球 亦是零比零 小到最小 近期亦是十六中十三 如果這幾天都有關注 留意我們節目的球迷朋友 都可以看得到 洪哥這幾天成為盈利三叉擊之後 每天只要他是盈利三叉擊的嘉賓項目 都能夠命中 所以今天方面 洪哥的紅霸天下 繼續會是盈利三叉擊的一份子 另外 今天盈利三叉擊的最後一個嘉賓項目是誰呢? 就是魯根方面的根本有料 昨天魯根方面和大家命中亞特蘭大大波之後 近期都是九中八成績走勢 今天方面 回歸到他相當熟悉的英系版塊 今晚方面 選擇魯根作為盈利三叉擊之一 相信今天 衝擊三連中 三場全中 也是相當有希望的 所以大家今天方面 盈利三叉擊的總體關注 記得留意 五星歐洲 七連中 紅霸天下 十六中十三 以及魯根根本有料的出手情況 通過微信的好一下服帳號 BOOZZQ BOOZZQ 就可以進行咨詢了解 跟進辦理 今天方面的焦點 一定是萬聯對萬成 數據方面真的有點誇張 萬聯在主場 都要受到0.5 而現在就以0.75的數據為主 這個數據讓步 其實以我的簡單的判斷來說 作客也要讓得這麼厲害 尤其今賽季是萬聯 主場是他們唯一賺錢的地方 都讓得這麼大 我覺得對於萬成來說 是否一個信心的展現 其實大家看回萬成 在一個 就是加地奧拿入主之後 或者說是100分奪冠 900分奪冠之後 其實他的定位不斷在飆升 在客場面對著萬聯 其實都要去到一個半一的讓步 其實為什麼這場球會半球的初三讓出來呢 因為一場英聯盃 一場的竹總盃 其實都放在一起 加地奧拿對哪個杯賽更加感興趣 或者加地奧拿對哪個杯賽 會進行一定的輪換 其實在兩場球進行之前 數據的機構可能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其實見到在維爾港那場比賽當中 擺出一個比較大的輪換幅度的情況下 其實這場球大約萬成都會全正選 去對馬聯 尤其是上一場對馬聯其實輸得比較難看 所以其實 復仇的野心在這裡 聯賽爭標無望 在各項杯賽當中 理應更加要去衝擊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數據可以說是實開的 實開的 這場球賽前方面的消息 以往萬事打比 大家可以看到鋪天蓋地 各方面的新聞消息等等 但這次可能因為杯賽的份量比較輕 所以在消息上也不是太多 其實這個動作在週末來說應該是合理的 但在週中選擇不多的情況下也這麼低調 那是否預視著這場球賽是否會是一場比較正路的比賽 都有這樣的可能 首先在一個數據上 其實我是有一點疑惑的 因為這個賽季的萬聯 在面對著強隊的時候 成績是非常之好 而相反萬聖 在面對著前四強隊的時候 往往是發揮不出他們以往賽季的水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 萬聯這邊其實在面對利物浦的時候 在利物浦那邊客場只是洋半球 而這場比賽其實從一個半球的初三 我覺得這個數據差不多 而去到現在 即是未去到一個仇主的高峰期 已經是來到半一低折揚的回報 反而我覺得今晚的一個萬聯 對於一個陣容方面 可能的輪緩真的會比較大 再加上他們後防線上 可以容的人都不多 再加上一些傷病的影響 可能會導致這個數據 從半球衍生到半一的情況 所以半一的這個數據 其實左右手是難選的 因為萬聯坐陣的主場 這個賽季的威力 大家一定是有沒有共同 而萬聖這邊是不是這麼順利 拿下這個數據 我也是有一點保留的 即是說這場球 其實方向感會比較弱 其實這場球 我自己就先放一些意見 給大家參考 引出一些話題 就是說 這個萬聯方面 這個賽季大家也知道 主場賺錢是厲害的 之前的氣質也是坐強扶躍 對強隊就行 作客或者對著一些弱隊 都不是很行 今天方面 英聯杯 其實我們就說萬聖的一個追求 萬聖的追求 現在放在哪裏呢 很大一個程度 應該是放在歐冠賽場 甚至是英竹種 都可能會是萬聖方面追逐的目標 但是今年萬聖的球員狀態 或者傷病的因素 都頗為萬聖的發揮 所以萬聖今年來到英聯杯的 賣力的力度 相對比萬聯來說 其實萬聖的陣容口度 再去做多線作戰 相對來說選擇是比萬聖要來得多 反而這個賽季大家都很少談論到萬聖的追求 其實以萬聖目前聯賽的排名來說 你說下個賽季想要踢一個歐冠杯 你說踢聯賽前四 我覺得那個難度是比較大的 因為阿仙奴選了艾迪達 車路士方面林柏特也表現好 熱刺也有摩連奴坐陣 所以其實 競爭方面 萬聖的競爭力 我看不出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所以萬聖要取捨 第一個聯賽一定是 暫時未放棄 第二個也肯定會以一個 歐霸杯的冠軍為主 做回一個下賽季 歐冠杯的雙保險 不然萬聖方面的贊助收入 肯定會大幅度下降 所以今晚對於萬聖來說 似乎英聯杯是他們最不重視 或者說最可以放棄的一個杯賽 對萬聖來說 其實可以放棄 我個人認為對萬聖來說 是要爭的一個錦標 因為加德奧娜上賽季要爭四冠王 但最後在歐冠當中遺憾出局 導致爭奪四冠王無望 其實這件事也是加德奧娜的風格 每項杯賽都會載 當然聯賽已經是 這麼大幅度落後給利物浦 其實已經是有點沒有臉 所以我心想面子宮城的情況下 其實萬聖會在這個英聯杯 大家提到兩回合的對碰當中 是佔過一定的優勢 為什麼要提到兩回合呢 因為兩回合的杯賽 其實第一回合 走盞空間還是有 尤其是第二回合 要到1月30日才踢的情況下 其實一個調整的空間都很大 畢竟整個冬季轉會槍都還在 所以我認為今晚這場球兩邊 會少少有保守 其實這場球雖然說2.75的大小球 我還是更加看好小球 小球方面的選擇 行佬就放下一個小球的選擇 其實這個選擇我覺得也是挺合理的 但我自己有點害怕 先看看球迷朋友說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球迷朋友都發微信上來 今晚營利三叉擊那邊是否會重點出手曼聯對曼城這場 今晚盡量叫幾位嘉賓 選擇這幾場球 其實今晚營利三叉擊那邊 我們選擇他們做營利三叉擊 就肯定有賽事方面的考量因素在裡面 因為歐sir那邊大家知道 七連中的成績走勢 今晚方面其實已經確定 初步鎖定了曼聯對曼城這場比賽的左右手 另外 老根根本有料 九中八的成績 今晚也是鎖定這場球的一個叫大小球 所以換言之來說 今晚方面這場曼聯對曼城 大家如果想做一個叫重點的參與的話 已經有一個叫重點的嘉賓 和大家已經鎖定了 包括七連中的吳勝歐洲 以及根本有料九中八 左右手大小球都會和大家 重點進行一個叫分析拆解 今晚就會做一個叫發送 另外 洪哥的洪霸天下 十六中十三的成績 今晚會關注什麼呢 就會和大家鎖定 得甲的球隊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今晚有得甲嗎 今晚其實是沒有得甲 但是由於一些叫做球會 亦會在比較放假的時段 做一些叫熱身賽 所以今晚方面 紅哥會和大家關注這些球會的動態 所以 營利三叻擊方面 大家記得可以通過微信 好友校服帳號 BOOZZQ BOOZZQ 資訊了解 跟進辦理 另外今晚方面要提提大家 就是西越 有一場薩拉哥薩對著稀航 的比賽 同樣四點鐘是開球 大家一說起西班牙 或者葡萄牙方面的版塊 一定想起丁種方面的丁當碼頭 近期也是八中七的表現 今晚方面極大機會 會和大家選擇這場 西越的薩拉哥薩對著稀航 進行出實發送 所以大家記得要留意 同樣通過微信的好友校服帳號 BOOZZQ BOOZZQ 進行自信了解 跟進辦理 剛才行佬放下了一個小球 J先生的小球方向有沒有意見 其實小球我也同意 因為在上一場 曼城主場面對曼聯 其實格蒂奧娜很想搶一個開局 開局是鋪出去攻 前提下 給曼聯其實有一個反應機會 導致短時間內連失兩球 導致他們下半場真的想攻出去 都發覺曼聯這邊 即是扎實了一個大巴 在一個半場上 你想攻都很難攻 今晚這場比賽 我相信格蒂奧娜那邊 會吸取上一次的教訓 以穩為先 不會急於跟你打一個進攻 畢竟英聯盃兩回合賽制 如果這場比賽拿不下的話 下一場回到主場 依然是有機會的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覺得這兩支球隊今晚的節奏 又或者是速率 應該會放得比較慢 所以雖然大小球數據 2.75 大球的回報率 都是比較帥 但是因應兩支球隊的形勢 我會看回這場比賽 小球的選擇 對 談一談一談 似乎就是小球 更加值得大家關注 尤其這場球 我覺得 曼城那邊 真的可以探望板 因為曼城近期都是 調整為主 狀態需要調整 而正如JC先生所說 就是上一場 真的就是吃了這個虧 就是壓出來攻 一壓出來攻 就被曼聯打反擊 因為曼聯現在最厲害 就是打反擊 所以如果曼城 猜著來踢 曼聯 其實就是辦法不多 所以這場球 曼聯那邊 是不是要一定 攻低 拿低這場比賽 其實對於曼聯來說 也不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曼聯其實最大機會放棄 就是這場英聯盃 所以這場球 首先 我們節目當中 就達成一個初步的共識 小球 確實似乎是很值得關注 小球方面 就是一字的心碎 左右手方面 其實我也有 剛才說到 就是 曼城這場球 其實數據是實開的 再加上 其實JM學森一開球已經說到 這場球 在英國當地的媒體方面 圈驗 其實原來是特別之重的 所以其實 令到大家可能 弱化了曼城實力上的優勢 對於這個杯賽的重視 以及曼聯上一場 捉獎杯 其實沒有怎樣換到一個事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數據又實開 曼城在下一回合 即是這場英聯盃第二回合的比賽 是會在聯賽當中面對著熱刺 也就是說 曼城在第二回合 搞定曼聯的一個空間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曼城可能會是 在第一回合當中 重視一點點 有機會是 這個判一 或者是一球 都可以打出來 今晚就解決了戰鬥 後面就沒有搞那麼多 其實我也挺認同這個思路 因為我一直把持的觀點就是 曼聯這場球應該放棄 對於英聯盃 對於他們比較實際的目標 是應該放棄 因為對於蘇斯亞查來說 如果這個賽季入不了歐冠 下個賽季還在嗎 都是一個挺實際的 需要他去考慮的因素 所以你說拿一個英聯盃的分量 夠不夠他 你不要說蘇斯亞查 雲哥爾拿足總盃的冠軍 都不行 所以其實 這場球對於曼聯來說 或者對於蘇斯亞查來說 是一場需要取捨 或者是一場比較關鍵的 決定性的比賽 所以我認為蘇斯亞查應該是放棄 搭配這個數據 這麼有力的作客數據讓步 我認為這場球 曼城是OK的 剛才行老說到半一實開 其實我都有點認同 不過在一個回報率上 在曼城這邊 拉到八折左右的回報 我覺得 是有少少誇大曼城這邊 因為其實擺著一個半球 或者半一高回報的數據 對於面對著強隊殺手的一個曼聯 以及在之前贏過曼城 這兩點是有一個拉力和提材在一邊 現在半一低回報 其實已經打破了一個平衡 如果要我在左右手上選擇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曼聯加一的選項 看看後市會不會去到一球的數據 對,這場球稍微有些分歧 但其實這場球的難度確實是放在這裡 但不要緊 因為五星歐洲歐sir方面 會和大家繼續有這場球左右手的選擇 而大家知道近幾天 五星歐洲的走勢 只要有出手就是命中 而五星方面的場次也是三連中 近期七連中的成績走勢 今天也是當之無愧 營利三叉擊之一的一個重點嘉賓項目 另外兩個營利三叉擊嘉賓項目 包括紅哥的紅白天下 十三中十 今天會和大家關注 德甲球會的熱身賽 另外這個魯根的根本有料 也會選擇這場萬聯對萬成的大小球 近期也是九中八的成績 當然了 西越方面的比賽 剛才也提過 丁總的丁當碼頭八中七 也是值得大家重點關注 大家通過微信的好友客服帳號 BOOZZQ BOOZZQ 就可以諮詢了解 跟進 辦理得到 還有一點時間 其實還有一場鷹甲 稍微早一點 三點四十五分 大家都很熟悉 唐卡士達對著 梳士貝利 這場球是0.25的數據讓步 其實雙方的排位 比較接近 唐卡士達排十五 31分 梳士貝利 32分 排十四 初參 其實0.5的數據 擺出來 但比較早的時間 已經0.5的數據讓步 已經回落到0.25 其實能夠 我覺得唐卡士達能夠在主場擺到 你說他強行也好 或者對於他有信心也好 能夠擺到一個0.25的數據 甚至初參方面0.5 我覺得至少從排名上 對於唐卡士達是有一定的優勢 是的 我也認同這個觀點 因為梳士貝利這場球 雖然比較飄忽 前個賽季 甚至一度排名聯賽第一 最後幾輪連續的輸球 才是令他們跌到一個副加賽 當然副加賽當中就沒辦法升級 但上個賽季其實差不多要補組 所以這場球的飄忽這麼大 這個賽季雖然表現一般 但也不算補組無憂的級別 不至於被一個 鋼斑膽 或者是星巴馬亞的唐卡士達 讓著一個半球的初參 所以其實這個數據 擺得出來 這個初參擺得出來 我都更加相信唐卡士達 可以主場全取三分 是的 我也是認同唐卡士達 因為其實初參半球的數據 對於現在來說 兩支排位實力比較接近的球隊 這個數據明顯是有一個 信心的支撐力度在裡面 雖然現在從數據上降到0.25 我覺得是有機會打壓上路的操作 畢竟 梳士貝尼的客場 入球能力 認真是一般 而唐卡士達的主場 十三場比賽 其實可以入到19球 一個進攻端 是可以保證到之餘 其實今晚 上路 輸半搏傳的選擇 值得大家參考 對 所以今天這場球 暫時節目中的意見 都比較統一 所以大家也可以做一個 初步的參考 當然 重點留意 剛才提到 七連中的五星歐洲 十六中十三的紅霸天下 九中八的根本有料 會是今天 盈利三叉擊的重點選擇 大家通過微信的 許下服帳號 BOO ZZQ 再諮詢了解 跟進辦理 當然 其他當往嘉賓項目 尤其包括西蒲專場的 丁總的丁多碼頭 近期八中七 明亮大燈 昨天回調了 但十二中十的總體成績 值得繼續關注 超級臨場方面的十五中十一 韜韜不絕的九中八 大勢所趨的四連中 亞洲交易的十三中八等等 大家也可以做一個 叫做重點的留意 通過微信的好友客服帳號 BOO ZZQ BOO ZZQ 再諮詢了解 跟進辦理得到 今天暫時先講到這裡 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聊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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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